屏東某國小傳出了集體食物中毒的事件 今天是學校的結業室 有家長就請孩子班上的同學喝飲料 而全班二十一個人 傳出有十一個人上吐下瀉 送醫治療 部分的學童因為症狀緩解 陸續出院了 而截至下午五點 還有四人留院治療觀察 衛生局派人到飲料店 積茶要進行環境檢體的採樣 而學校也啟動了危機處理 跟通報校安中心 縣府教育局也派人到醫院 急診室來關心 安撫學生的情緒 衛生局將會持續監測病患的狀況 依照檢驗的結果 來判斷是否為食物中毒